2018年武林群英会 将会在8月2日至5日举行 今届除了有以往的赛事之外 更新增了2018年世界大学生武术感标赛 和一带一路农丝邀请赛 每一届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元素 或一群不同的一个标题 譬如今年2018年 我们有几个活动是一个重点项目 譬如世界上全球首次举办的 世界大学生武术感标赛 这是得到世界大学生体育联会的支持和信任 亦都得到国际舞联的支持 我们去举办这个活动 当然我们今年也会有一个新的一带一路农丝 感标赛 也是透过邀请一带一路完善的国家 或者地区来到澳门 透过体育这个平台更加好 将一带一路的不同地方更加好的联系 今届的亮点包括 全球首次举办的世界大学生武术感标赛 赛事获得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授权 预计将会有来自26个国家地区的武术代表参与 配合国家政策的一带一路农丝邀请赛 邀请到完善国家以及地区参与 同期更会举行由国际拳击联合会 一带一路区主办的2018IBF思路冠军联赛 以及过往深受欢迎的国际武术套路赛 散打擂台挑战赛 武术夏日嘉年华 武术龙丝巡游 以及闭幕会演等等